翻版周杰伦 翻版刘翔 翻版周华健 看惯了明星模仿秀 现在的观众对于这样的明星连已经没有太多的惊喜 不过一旦这些翻版越上银评 越上报纸 成了广告商的新宠儿 也还能让人眼睛一亮 周杰伦无疑是山寨产品中人气最高的明星 他的著名翻版就有包括 某山寨NP4的代言人 某技工学校的名誉校长等 长春小伙子流畅 因为长得酷似流响 在火车上被老板发现 接拍了第一条山寨广告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男主播 今年还获邀上北京录制了一期奥运节目 还有山寨周华健 也以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某皮鞋包装盒上 山寨周华健的笑容与神态 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了原版的神髓所在 也许这些山寨明星是天生一张酷似明星的脸 有些长得不像 但却能拥有明星的歌喉 模仿明星唱歌的不少 但是能独树一帜的 在全世界搞巡回演唱会的 也是只有邓丽君的模仿者莫属了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圣燕 如今靠模仿邓丽君成名 虽说从长相上没有看出特别相似的地方 不过当你闭上眼睛 聆听他演绎邓丽君的作品 就宛如邓丽君在耳边轻声吟唱 当然我妈妈也说的 你以为你真的是邓丽君了 从2005年邓丽君逝世十周年起 盛宴就开始了纪念邓丽君的全国巡回演出 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25场 他不但被邓丽君的家属力捧为小邓丽君 而且因为声音太过逼真 竟然有较真的歌迷 为了验证他是否是真唱 跑到排练现场一探虚实 他们认为我是假唱 其实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吧 因为他们至少认为 我就是没有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差吧 如今盛宴的模仿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邓丽君基金会对他也是特别优待 特别拿出了几套邓丽君生前的演出服 供盛宴演出时穿 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